你现在收听的是原创Shotcast内容 心灵 学会 嗨 大家好 我是Cole 是一名能量疗愈师 我是Angie 是一位塔罗师 Hey Angie 我跟你说 之前在做一个脉轮疗愈工作坊的时候呢 有个学员问我 为什么她上了很多的这个身心灵的课 但是她上了很多的身心灵的课 但还是没有办法去控制她的这个负面情绪 没有办法去压抑自己的一些生气的一种感觉 为什么她会这么说呢 无论是什么情绪 我们都不应该压抑吧 其实我自己听到的时候 我自己本身也觉得非常的惊讶 就是说为什么要压抑自己的情绪呢 其实情绪本身本来就是一种多种感觉 思维还有行为综合产生的这个心理 还有生理的这个状态 但是人呢 很习惯地把这些情绪都会归类为 正面还有负面的情绪 什么是正面的情绪呢 其实当我们感到快乐 或者是幸福的时候呢 就是正面的情绪 当中还包括了一些爱啊 感恩啊 还有一些乐观的情绪 多希望我每天都只有正面的情绪 那说到负面情绪呢 它就有恐惧 生气 寂寞 羞耻等等 就是会让你觉得不开心不幸福的 它都是负面情绪 无论是正面或者是负面的情绪呢 它都会引发人们的行动的动机 对 其实情绪它真的对我们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 怎么说呢 因为情绪它可以帮我们有这个存活的意志 除此之外呢 它也是人与人之间沟通 还有信息交流的这个工具 当然情绪也能够更容易的让人感到有一种亲密的连结 那说起情绪呢 大部分的人想要控制的一定是自己的负面情绪 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听过人家说 我想控制我的正面情绪 我想控制我的幸福感 对不对 对 正常的人也不会说 我想要控制我的快乐 我不要让我自己快乐 真的很少有这样的人的 所以在我们讨论负面情绪之前呢 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做两个动作 首先举起一只手 好 举起手 紧紧的握着 然后另一只手呢 用你的掌心去接触你的拳头 感受一下这个状态 接下来呢 还是一样举起一只手 握紧你的拳头 另一只手呢 你从下面轻轻的多举这个拳头 就扶着它对不对 对扶着它 你有什么感受 其实这个游戏蛮不错的 虽然第一个动作 你没有跟我说 必须要很用力的去抵抗拳头 可是我会很自然而然的 就是会用力的去抵押这个拳头 但是另外一个动作就是 当你说要扶着那个拳头的时候呢 我反而觉得我的这个拳头 没有办法实力 或者是握紧 对它就会很自然的放松嘛 所以你想象一下 如果今天你在生气的时候 我跟你吵架 我比你还要生气的话 你是不是比我更生气 好像你刚刚说的 如果你是那个拳头的话 那当你一拳打来 我一定是去抵抗你 或者是抵押你的 可是当你在生气的时候 我轻轻的安慰你一下 可能我拥抱你一下 你就整个人软下来 你就气不起来了嘛 对不对 对今天Angie的声音非常舒服 所以我快点赶快抱一下 所以紧握的拳头呢 就代表你的负面情绪 当你选择去对抗 你的负面情绪时呢 你的负面情绪 力量反而会更加的强大 而如果你接纳你的负面情绪呢 甚至可以安抚你的负面情绪 你的负面情绪 反而会温顺的下来呢 真的很多人一直把这个负面情绪 看作是一种猛兽 不断的就是想要赶走它 或者是压抑它 其实想要与负面情绪相处呢 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 不要一直跟自己说 不准哭啊 你不准伤心啊 你不准难过啊 你不准生气啊 因为这种就是一种抵押 或者是抵抗情绪的一种反应 那如果你想哭的时候呢 不要看不起自己 很多时候伤心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你想哭 就让这个情绪去流动 那它的反弹力量就不会来得这么大 除此之外 我们也必须要了解 负面情绪为我们带来的积极意义 比如恐惧这个情绪 它的功能是保护我们不受伤 焦虑会促使我们上进 伤心 伤心会怎样 伤心会让我们学会珍惜 所以我很相信一些天生的恐惧 得不到所求的愤怒 因为通常我们要求一样东西 我们得不到它 我们一定会生气 对 因为你没有被满足到 对 所以希望落空的悲伤呢 都只是一种生命能量的自然流动 它会来 我相信它一定会离开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有这个负面情绪的话呢 最后就也建议你可以就是 适当地表达自己的情绪 那举个例子说 你和你的朋友有聚会 但是他迟到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通常我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第一种呢就是指责他 那我们可能会说就是 每次约会你都知道 为什么你不考虑我的感受 当你指责对方的时候呢 也会引起对方负面的这个情绪 他就会立刻变成一个刺猬 会忙着去防疫你的这个攻击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他是没有办法去站在你的立场 帮你想的 最后的情况是怎么样 可能两个人就开始吵架 然后你的愉快的这个聚会呢 就会泡汤 我就是有遇过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我有一些朋友 他们是惯性迟到 我约了A A每一次都会迟到的时候 可能十次之后呢 我也开始不准迟了 其实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表达 好像我跟你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 你必须要很诚实地告诉我 你的感受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 一个交流 如果你今天跟A 他常常迟到 那你没有去表达说 你的不满的话 那到最后呢 你可能你的愤怒啊 或者是不满的情绪 就会被一直压抑 会满意出来 所以会吵架 可能严重的话 连朋友都没得做 对 另外一种方式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用一种 比较婉转的方式 去跟对方说 你已经过了约定的 这个时间还没有到 我其实是担心 你在路上有意外 所以为什么 我会觉得很焦虑 那试着把 我好担心的这个感觉 传达给他 让他了解 其实他的这个指导 会让你带来 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其实比你直接指责他 迟到的话会来得更好 其实我们也是 有遇过一些朋友 他们就完全不能接受 你的任何意见 或者是说法 无论你是很婉转的 或者是很直接的 那怎么办 我的想法是 去表达我们自己的意愿 跟想法 对方愿不愿意 聆听你的这个部分 是他的这个选择权 那我们没有办法去 干涉或干预 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们必须要 去表达出来 无论任何事情 它都有两面 负面情绪 其实也不例外的 它可能带给你 不好的感受 但是你另外一方面去 看它的话 你好好利用它的话 它会帮助我们成长 不然它就是伤害 我们最大的武器 心灵 学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